哈囉觀眾大家好 新聞大解讀我是主持人胡中信 我來介紹三位來自基層草根的黨魁 或者是黛玉士第一位 台南黨黨主席劉伊德主席 歡迎 胡大哥好 台北市議員李柏益先生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先生 大家晚安 三位都來自不同的黨籍 我們今天的第一段論述的談 從昨天開始的國民黨的黨內初選民調 到這個本週末才會結束 我們無從知道結果 但是已經可以看出若干端倪了 請看 親自幫患有喊兵的前立委楊玉行 推輪椅 郭台銘強打社福政策 要投入一百億做生長保險基金 我考慮不到三分鐘 三秒鐘 我就決定 為了政府的不做為大家可以看得到 霸氣要照顧一百一十七萬生長家庭 初選民調第二天黨內競爭激烈 根據悠傳媒民調 國民黨五位選將會選誰 郭台銘以百分之三十四點八八 大勝韓國瑜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二 以及朱立倫的百分之十八點九六 如果模擬國民黨的初選規則計算 郭台銘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八 韓國瑜則是百分之三十四點零四 民調對我來講是一個重要是個參考指標 覺得真的有被做掉的危機嗎 在第一天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大數據會說明一切 呼籲選民理智投票 那誰是不理智的參選人 郭台銘前一天才因為忘了關麥克風 脫口而出這句話 身為忘記關麥前輩的蔣萬安 以過來人身份大圓場 不過郭台銘還有另一個戰場 就是跟朱立倫對於零到六歲 國家養這個政策交鋒 朱立倫就嗆不會成真 我是一個能夠把事情做成事情的人 這是個投資 他絕對不是個費用 也不是個負債 虧他還是念會計學的 郭台銘火力全開 出現民調揭曉錢 政策交鋒只會多不會少 萬安演習跟萬安演習2.0 我以後上廁所 我都要不要把他架來 免得在廁所講話也被錄進去 這就是要小心 我先講一段感人故事做破題 然後請你們認述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位 來自上海某個大學的研究生 他說每天都看我們這個節目 他說很希望跟我見面 我說實在很抱歉 如果我到上海找你 我一定被李明哲 我希望你來台灣 他說他每天看我們這個節目 他覺得獲益無窮 他說他所處的社會 讓他幾乎要窒息了 他必須看台灣的這段節目 來吸收到新鮮的空氣 其實我經常接到類似這種 中國內部的大學生跟研究生 我非常高度的重視 然後他說我的節目 常常引用聖經或跟聖經結合 其實不是聖經 其實你指的應該就是抵抗權 這是約翰加爾文說的 當政府變得令人無法忍受時 起來抵抗統治者是公民的職責 如果縱容有權利的人壓迫弱勢者 乃是欺瞞軟弱的行為 約翰加爾文說500年前 就是今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創始者 長老教會 其實另外一位 就這一位 我讓大家看 馬丁路德 這就是我的立場 他不惜跟那時候的教廷對抗 想想看 在中國內部 有哪一個知識分子 敢跟整個黨對抗 我做個比例 所以我特別珍惜這位大學生 研究生 歡迎來台灣 你只要打民視總機 我一定親自導覽 接待你 我覺得 我做生日節目 最期許就希望對中國內部的知識分子 大學生研究生產生影響 你看我們台灣言論多自由 博弈 你就談 讓共產黨的 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學生知道 哪怕在國民黨 相當程度也是自由化民主化的 博弈就針對貴黨的黨內初選 有主頭說 我知道賭金已經達100億了 我不要說是賭誰贏 因為主頭自己跟我講的 但我不要預測立場 包括黨內有各種紛爭 但是總比 你看那個上個禮拜 解放軍故意在香港中環演習 槍桿子出正前台灣是不可能允許的 至少國民黨在這個台灣社會的情況下 也要表現民主自由 來 博弈先請你評論 貴黨的黨內初選請 因為在現在初選中就不討論 他們到底狀況如何 可是我很高興的是 國民黨這回初選 我認為五個參選人都非常認真跟拼命 從他之前的國政的願景說明會的時候 都很明顯的確定 每個人都想把他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而且一場比一場精彩 我只能說 那個時候其實老實講 在辦這個政見發表會之前 我個人也是不看好的 我覺得大家都講自己想講的而已 然後講了固定的題目 沒什麼好看的 可是實際上真的去看的時候 你發現有唱歌的 有拿牌子的 拿布偶的等等的 甚至到最後一場最精彩 有一點點的火藥味 我覺得選舉有時候 還是要有一點交鋒 要不然大家只是比誰罵蔡英文 比誰罵民進黨好 我覺得這沒有意義 大家民眾不想看這個東西 所以我認為在這所有的過程當中 我們國民黨的所有的候選人 是認真負責的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代表了 不管你民調高或低 對於這個選舉 你很認真很投入 代表你對於這國民黨的價值 跟表示你真的想要為國民黨 甚至為臺灣 為中華民國 做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要先很感謝 我很高興這回的選舉 是這種狀況 再來接下來是 我們黨內自己每一個人 都希望爭取他自己的支持者 我覺得這無可厚非 不過你想要爭取本土派 知識 經濟藍等等藍 很正常 你想要找你的租群 希望能夠讓你租群最大化 OK 我比較不希望的 就是說不希望有什麼民進黨 所謂這種暗注的行為 因為這不是民主國家 該有的風範 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 網路上有傳 就是有魚點魚 沒魚吃菜 大家都知道 然後某一個民進黨的一個 就是跟黨中間關係很好的人 PO了FB馬上把他撤下來 但是問題是說不要截圖 到這方面傳 那我希望這種事情不要發生 畢竟你想吃什麼菜 是你家的事 我們沒有意見 你愛怎麼吃怎麼吃 但是對於我們國民黨 這回的選舉 我希望能夠讓我們找出來一個真正最好的候選人 因為對於我們國民黨而言 我們沒有特別支持誰 我們想要的是找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代表國民黨 而我認為這五位候選人 大家目前常常會講 有沒有所謂棄保的問題 我講這所謂棄保什麼意思 其實棄保我認為是有點像是第二輪投票 選出前兩名吧 第三名以後怎麼重新配票 這所謂的第二輪投票 那不管棄保是誰 不一定會什麼棄豬保鍋 有沒有可能是棄豬保韓 我以當時民調狀況來講 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對於選民而言 他是很多自主意識 不是說你叫他去投誰就投誰 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如果真的 我當然我覺得沒有棄保的情況 因為朱立倫選得很認真 不要忘記 除非是我的主帥 感覺已經一心藍山 我下面的人才有可能跑掉 我還很拚 包括什麼正常倫 包括他連那個蔡英文 那個廣告拿出來了 改革路上不能沒有我 不能沒有朱立倫 代表他的氣勢是很好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支持者 也是很鐵很粉的 所以我認為不會有這個問題 只是說接下來 這段過程當中 當然互相的言辭 希望獲得選民的認同 是當然必要的 端出你的牛肉政策來 也是必要的 但我還希望不管是誰 候選人只會有一位出來 而所有候選人 當時有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 讓二零二零 國民黨重返執政 推翻民進黨 所以希望不要發生 所謂的 如果我初選輸了 我頭腦參選 這是面子掛不住 不能夠說我當時想選 結果我現在選輸了 初選輸了 我就頭腦參選 這個正當性會相當低 也希望不要有這事情發生 如果真的發生 對國民黨絕對是中傷害 那王金平院長 現在是在外卡 台北新來 他不是大理門的外卡 對他外卡 那郭說本來贏面很大 現在輸面很大 對 他甚至懷疑是 你剛剛說是不是 這個 我在講 這個叫分裂的種子 你也不得不擔心 不是嗎 當然會擔心 對 對我們而言 我跟你講我們候選人 五位參選人 只有一位會勝出 這確定的 勝出完之後 國民黨勢必就跟他綁在一起走下去了 除非有真的中間發生很大的狀況 換柱的東西 我認為是不會再發生 因為很明顯的上次換完 結果沒有比較好嘛 反而是被罵了 七八糟 所以這一回 除非有真的非常非常 可能是違反了法律 等等層面的問題 才有可能換人 你剛剛有暗示說 是不是民進黨有介入 希望廣寒 你認為這個動機何在 你解釋嗎 你的觀點 我好像講 為什麼我會認為民黨有 我講一個網站的例子 我想這個我們的 王議員也都知道 有一個叫指示插欄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社團 這是偏綠社團 大家都知道 以往 郭台銘跟韓國瑜的民調出來 郭台銘裡面綠的比例比較高 韓國瑜很低 我不管是因為操作 還是民黨不喜歡韓國瑜 很明顯的韓國瑜很低 前幾天 他們做了一個比較 只有韓國瑜跟郭台銘 兩個人支持誰 就居然在指示插欄 這個網站上 韓國瑜大勝 這完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是沒有發生過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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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認為 真的 當然很多人認為韓國瑜的狀況 問題未來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他還有 不要忘記 對其他總統候選人 任何一個候選人 他都是沒有別的職務 只有韓國瑜 他本身還掛了高雄市市長 那接下來 如果高雄市發生任何的問題 他會非常的麻煩 我這樣子 會不會國民黨不是雙輸 三輸 沒錯 總統市長跟立委 你會擔心嗎 最後也打算 這是王靖民議長講過 朱立倫 前主席也講過 沒錯 傻輸 我只能講 你不擔憂嗎 非常擔憂 前 應該說 今年初 韓市長中央非常好的時候 你知道高雄的 立委的選情是 認為我們有可能是全部收回來 因為現在是全部民進黨 他覺得至少可以贏回一個六席到七席 可是到了現在 民進黨突然活起來了 他們認為最多掉到一兩席 甚至保持繼續原樣 滿冠都有可能 全雷打 他們的想法很多 所以我講真的 國民黨現在初選 我當然知道大家會有彼此的 進合的問題 但出來之後一定要團結統一 因為高雄的狀況其實是比各地方更險峻的 反而是國民黨好不容易能夠把重新贏回來的地方 我們真的不希望今後這回初選而造成又再去失去了這個很大的隱憂 我要對全球的華人觀眾 因為我這個節目我是定位全球華人在看 只要你聽得懂北京以後普通話的話 我尤其要對中國內部的年輕朋友說 我這個節目我跟各位拍胸脯保證 我的背後絕對沒有所謂的政治黑手 黨的書記 什麼總統的電話 絕對沒有 我公開保證 第二 我十天前 民事的董事長總是你主動跟我聊天兩小時 我公開講 是很愉快的 而且尊重我的言論 我要強調這一點 這可怕在中國很難想像 我這樣對大家講 我要對觀眾 我這個節目 連民事的董事長總經理都非常尊重 當然我要強調我也非常自律 我自律性會非常嚴格的 自我要求 我對我們的製作團隊 自律性非常嚴格 絕對不允許任何政黨或利益進來 我要強調這一點 譬如說第二小時 為什麼要找那個劉春吳檢察官來 讓檢察官來監督我 全台灣只有政論節目 我敢找檢察官 做人在此 為什麼說 這就是我最珍惜台灣自由民主人群的地方 我再請教這個 這個義德主義群的 沙喀都 因為這個報紙有機構效應到底 等一下請教浩宇就說 沙喀都是不是含奸勝出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報紙是中間媒體 所以我也稍微頓一下 緊供參考 導致啊 長榮 空姐的罷工事件後遺症 其實慢慢的 其實是對 其實跟我的觀察 其實跟我的觀察差不多 你看 一定要有預告期 不然消费者都被绑架了 这是我所读的 对这次长龙罢工 写的最有见地一篇社论 一场损能不利己的罢工 我觉得大家好好读一读 完全同意里面的观点 你看连工会之一 这次的工会开始自我检讨 我是指职业工会 你看你们自我检讨最准 给人为罢工而罢工 诉求不被社会认同 我几天以前都讲了 这次舆论不知实 要好好思考为什么 所以战争不要轻起战争 你要发动战争 一定要想退场机制 这个这一次的职业工会的罢工 不是罢工就进步 不是罢工就前瞻 包括我们劳动部 这一次都没有站稳立场 你要做仲裁者 对不对 我觉得这次给大家很好的教训 虽然我不愿谈罢工 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大家 以后轻易发动罢工者 你要好好思考退场机制 易德我们回到国民党党内出血 请 这个大家可能有看网路一个新闻 大概我们七月七号在高雄小港 贴了一个广告 只有一个 林冠先生 我真的很想当总统 就是用韩国语的大头 上面有六七只蚊子在钉他的大头 登革了 结果一天 一天就被高雄公务局拆掉了 郭兄不要发生这个事情 你看他怕那个舆论怕到这种样子 那个一个很轻松消遣 他的广告 你你要韩沙摄影 登革了 我一看就躲了 我现在看说他的行政部门 你看 怕到这些 通常我跟你讲 人越害怕 就是现在越脆弱 他现在很害怕 一个风吹草动 他总统就当不到了 那我跟你讲 现在民进党确实也 我现在民进党的系统 都在操作 要支持韩国语 很简单 因为他一直在出包 缩一阶 然后大概可以预测 未来半年会美矿欲下 这最好 他其实就等于 那个四年前的红秀柱 我讲解民进党的心理 就是四个都在串联 接着就是韩国语 老实讲 我对这种民调 包括民进党的 我没有说民进党的民调好 包括国民党 现在在弄的民调 我都觉得非常荒谬 这个民调荒谬 第一个 他不能够调出 真正比较优秀的人才 我们说现在 现在国民党这个名字 我说一下 里面我感觉最诶义 我的同学 朱立伦 你看居然被挤在后面 还要弃朱保谁 这样子 实在太奇怪了 他其实最优秀 资历最够 怎么会变成这样 再来一个 虽然意识形态跟我相反 就是张亚中 这个大通牌 可是我听他的讲话 他对台湾的制度最了解 他对我们现在这种 恶化型的单一选区 两票是很深入的见解 可是他一定摆不里面 保证摆不里面 里面比较优秀 在民调里面是吃大亏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么优秀的 你们知道的走不出来 第二 施贞 这个我上次有在 胡大哥节目稍微讲到 施贞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对手操作 民政党现在给你操作 一个比较烈的 你害了 你选择后来选辞人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大家没有注意到 就是条下 是民调掉不出来的 我说一个故事 在1994年选省长那一次 那国民党里面也在出选 是吴伯雄跟宋楚瑜 吴伯雄一个去到家 这个是嘉宇那个陈敏文 他姐姐 丹素凡跟他说的 一个去到家 一个去到家 那个场大概不到200桌 16070桌 注意听 16670桌才穿多的人 那吴伯雄一到 就跑到台上去一直唱歌 他很唱歌 结果你知道宋楚瑜 还没开始就到了 他搞了一桌一桌竿酒 注意听 敬酒的时候 他不只是敬个酒就走了 每个人敬酒 村长里长 什么农会的小组长 每建一次后面就 对面就有一个 他省政府团队 他一串是新主乡 就在前面照一张相 大家想说 他头到尾都没去 台上都没有上去 头到尾就在下面 这样敬完160桌 敬完的时候 那个已经快散场了 这样做这个动作 结果开出来你知道吗 全部嘉义县翻盘 他没有花什么钱 那为什么翻盘 一个礼拜后 每一个村长里长 什么农会小组长 家里都收到一个 一个跟宋主席 加了框的照片 对加了框的跟他照片 还有他签名 新手签名 那大家跳下 大家很感动 你看我一个船长跟那个 跟那个 可以跟新童 小组都挂在墙上 我问你那个票会不会支持他 好 嘉义县如果这一千多个人 通通支持他 他其实就是民意基础最强的 但是这民调调不出 你把他 要六十万人 怎么可能刚好抽到这一千多个人 抽不到嘛 失真了 這第一個就是那個民調隊調阿咖是失真的 這是藍營的部分 其實綠營也有這個部分 綠營就是說 其實綠營在地方上每個鄉鎮市在帶的 我告訴你都差不多那一二十的人而已 這一二十個人 比如說我太太的故鄉在金山我用他的雷 我金山常常看 只要那個綠營有什麼大動員 就差不多那十五個人 出來電話腳踩 扣扣扣扣 再出來來總統府抗議 十五個而已 可是這十五個人在民調裡面你抽不到嘛 被抽到的機率是等於千分之一 幾千分之一你抽不到 可是到時候實際上在吹票動員 是這十幾個意見領袖 這民調對國民黨的調校 對民進黨的意見領袖都調不到 所以這個怎麼會準呢 這個等一下我會來提到說 如果民進黨什麼這些意見領袖 美鄉鎮市的意見領袖整合不起來 我跟你說沒我們而已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在那裡做什麼接地氣 就會很不見得 那我現在是要用這幾個結論告訴大家 這個民調失真的情況 包括國民黨民黨都用現在 用民調去調查一個人 會不會 將來會不會贏 這個是荒謬的 全世界的民調 現在大家現在公認說有效的就只有出口民調 就是說今天要投票 早上我兩個小時間去問出來的人說你投誰 那個最準 其他有沒有例子 川普這次 川普民調也是輸的啊 怎麼會選舉怎麼他贏 台灣已經被教訓好多次了 如果照民調是上次是紅袖珠要選啊 怎麼會把他換掉 那就是對手操作啊 然後現在又有這個條阿卡的 不要忘記喔 條阿卡現在是在沒有參選的 王金平手裡 佔了七八成 七八成的王金平手裡 王金平 欸 這肚子說的 這以後是最厲害的一個人 結果他沒有參加民調 所以王金平的動向到目前為止 行情水漲船高 那國民黨如果真的最後是韓國有出現 他不會說啦 有得玩的 那個蔡英文的機會越來越大 其實還有兩個因素啊 你剛剛講是地方的樁腳 角頭啦 還有一個組頭啊 組頭帶動台灣經濟 地下經濟 我到昨天為止我接到 南部某大咖那個組頭 金額員進行到一百億啊 嚇人啊 欸 這個組頭我會帶動民調 帶動整個方向喔 這地下經濟喔 我完全是驗證你這個宋主席啊 那時在省長跟村里長照片 有一次我真的到一個里長家裡 他在辦公室後面有一個 他跟省長一起拍的照片 就跟新聞大解讀晃大那麼大 自己他自己晃大那麼大 放在那邊啦 但我看現在去看他 他已經收起來了 因為人在人情在 人不在人情不在 但我第一次看到有晃大那麼大的框 一模一樣 換在辦公室 吃這一套嘛 好這個 這個我特別介紹 因為浩宇啊 這個也是韓粉要罷免的對象 所以我已經規劃喔 這個王浩宇兄跟黃傑小姐 就一個禮拜後來做專題 談談被罷免的心情 因為你要罷免人家 你沒有被 你是韓黑佛地謀啦 然後你兩個躺著也中槍啦 躺著也中破擊炮啦 你還自稱韓黑佛地謀嗎 沒有我是覺得我是自己自己衝向戰場啦 喔 對我覺得我不是唐賊的重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良心 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阿 其實我們的選區 就中立 我是最高票綠營的議員嘛 就是國民黨外最高票議員 其實就有很多人來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選立委 那當時我其實就看到韓國瑜的現象 我那時候很想忍住 因為我如果忍住 我比較不會失分 因為我的選區深藍嘛 可是後來我還是決定說真話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着自己的良心 所以当然后来区域立委的部分 骂了韩国瑜 我的民调掉了大概13% 一度就掉非常多 所以我就没办法选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该说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良心 每个政治人物如果从政的时候 为什么你被形容为全国不分区的议员 就因为他们 其实韩国瑜的粉丝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好像跨区监督是不对的 可是很奇怪 像今天像很多的韩粉丝 高雄人或外地人 也常常要到桃园来监督我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民主社会 最简单的一个价值 就是你除了是政治人物之外 其实你也是一个公民 包含我自己也是公民 那任何一个公民 对一个很可能会当选下一届总统的人 要去评论他 我不觉得我自己错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假议题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那个初选 对民调 你也是民调专家 你主要是分析网络流量 你的观点 网络看起来韩会胜出 如果到目前 到昨天的结果 对从上个礼拜 就是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郭台铭在网络声量的部分是赢了 网络声量确实是赢了 那民调的部分 我们绿党上个礼拜的民调 郭台铭跟韩国 也拉到大概五个percent的差异 不过呢 网络声量其实在这个周末 开始有一点变化 就是其实郭台铭有一些失言 所以韩国有稍微拉起来的一个现象 那事实上我们绿党 这个礼拜 我们在国民党正在进行民调的当下 我们也跟着他们做民调 我们是完全用国民党的规则 跟里面的一些任何一个文字 因为他们有公布相关的资料 我们照着这个调查方式 做相关的调查 那昨天晚上的结果 其实是出现了一个状况 就是蓝营的支持者大量的增加 过去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 最近国民党支持度 大概在三十三到三十四个percent 可是昨天晚上的样本里面 自称是国民党支持者的 高达了百分之四十六percent 所以这个部分就代表说 已经比蓝营的部分 有扭曲的放大 在蓝营的扭曲放大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就把郭台铭跟韩国 拉近的这个幅度稍微抵消掉 所以不是蓝营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 目前看到的 赶快说明 所以目前看到的状况 就是我们昨天做到 以昨天晚上为止 到加全之后 其实韩国鱼的领先幅度 是两位数的 所以这个是相当明显的 真的吗 二十哦 就是两位数 十几 知道十几 那很惊人 那其实我 其实跟我们的经验划子也差不多 我们看报纸 那个水果日报座也差不多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其实我想跟各位讲 其实对比式要赢那么多是不容易的 因为对比式民调 其实蓝营的智者都蛮凝聚 可是韩粉确实是很坚真 那第一个部分 我觉得对他有三个有利的点 第一个是视化的部分 因为韩国鱼在视化 我们绿党那么久 我们视化手机各座一半的状况之下 视化他永远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这次是采取全视化状态之下 他是第一个加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韩粉的一个团结度 韩粉可怕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礼拜六的时候 到我们中立一个深蓝的市场 有大概一半的摊子都没有开 他们到高雄去旅游了 六日是摊贩在赚钱最重要的日子 他可以放掉他的摊子去旅游 代表他们非常的忠贞 而且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不管到A市场 B市场或C市场 你跟韩粉聊天 他们谈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礼拜都谈烟水 下个礼拜都谈什么 他们是一致的 代表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讯息来源 他们收看同一个媒体 就所谓的韩天台 把他们洗脑成同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团结 而且很难去被撼动的 那第三个部分 当然就是如同大家所说的 其实确实有一些绿营的支持者 认为韩国鱼是一个相对豪打的一个选择 民进党有动员吗 他当然否认 但是我所接触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在动员 自动动员 其实这个不是党来动员 是任何的民进党支持者 大概现在看起来都是 韩国鱼是一个相对豪打的对手 因为你如果遇到郭台铭的话 其实基层这些立委的参选人 他们的一些资源 都会无限制的往上走 因为其实这一次 其实我们这几天可以看到 像我有朋友 一天就接到四通郭台铭的败票电话 我想这个是非常密集的 所以未来当然是 郭台铭资源会比较多 所以现在当然是 把韩国鱼推出来 就如同刚刚义德兄讲的 把韩国鱼推出来 我们会是有机会双杀 甚至达成三杀的一个情况 像我们这种整天在外面 根本不可能接到四话 手机只要听到录音 我就挂掉 我根本不想听 我都认为是诈骗集团 其实政治人物有谁是诈骗集团 不是吗 好 这是蔡总统面对这个整合的问题 另外台派 是不是一个牵制力量 也不要低估 包括 三角度 假设 假设 我假设 韩得到门票了 那郭呢 王呢 还有最后那一颗都有可能 可能性都存在了 所以我还是引用文化大革命计划 东风吹 战鼓雷 现在谁也不怕谁 无从知道国民党的结果 而且 这如果是韩出现的话 那其他人 心甘情愿 比如说王 王没有参加党内初选 那郭呢 郭霸气十足啊 他说不脱党 但是他参选 让你抬 逼我退党嘛 可能性存在 好 我们来谈第二段 民进党的整个问题 这张宜兰市和美国马里兰州 洛克维尔市签的姐妹式文件 请总统蔡英文签名祝贺 仔细看文件用字 写的是The President of Taiwan 署名处同样是President of Taiwan 括号采用ROC 中文用的是台湾总统 就让国民党立委 Key Put Put 认为民进党政府更改了国号 还特别开记者会开骂 台湾的总统 正式邀请我去十七号到美国地盟姐妹室 也称呼我是台湾的市长 你到底是中国国民党 还是中华民国国民党 原来这贺文是由宜兰市公所准备好 请总统签署 市长将冲源反击台湾是国际称呼 其实早在2016年6月 蔡总统上任后 第一次出访到巴拿马 就在参访巴拿马运河的签名簿上 亲手签下President of Taiwan 当时就引发讨论 但蔡总统回应 她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选出来的台湾总统 那当时总统的回应是 他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选出来的总统 那包括国际社会 包括很多的国际媒体 都是以台湾总统来做称呼 那相关的讨论 不需要做过多的政治解读 不管是台湾括号中华民国 还是称自己是台湾总统 蔡总统坚定立场 不怕在野党找麻烦 其实我觉得 叫台湾总统又不可 川普总统不是打电话 给蔡英文总统 说叫台湾总统 我是觉得我可以接受 倒是 我刚刚说过了 我这个台式 背后绝对没有政党势力 也没有黑手 然后民事当局 对我们是绝对尊重言论之右 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这样讲 我在媒体 在电视媒体 今年第三十年 民事给我提供最好的环境 我很珍惜 所以你们畅所欲言 而且我常说 我对后制当局说 如果随便捡 第二天不要来上班 你知道意思吧 好 即使如此 蔡正宏 这今天诗改 这司法院自己公布的 66 不要灌票 80%不满意 你们不要灌票 第二小时我请 陈志龙教授 刘成武剪作 跟杜宇先快递室来谈 八成不满意 我也不满意 蔡总统你也不敢提 司法改革是你的 任内的政绩 提都不敢提 对不对 我就是认识 所以你们该说就说 这样八成 都在打折扣 五成六 倒是这件事做到了 要肯定 但是要马上生效 就是政治档案 政治档案条例 三读通过 好 228 美丽岛事件 成文成命案 还有各种白色恐怖 再也没有理由 国安局说永久保密 马上做 来 一德 针对 政府 坚持政策 你真的 做 做得好 我们肯定 做不好的 边策 来 请 蔡总统会算得这么艰苦 这么紧张 其实史改没有做好 这三年来 没有再好好的 办几件 让大家很爽的事情 是最主要的原因 刚才吴大哥讲的 那个转型正义的部分 不是恐怖 那个才开始我们很怀疑 他一直是在包庇 包庇那些过去那些特务 到现在还在包庇 所以才不敢 我稍微加注一下 我的确我请问 那个促转会的代理主委 杨翠教授说 因为唯恐里面 有些是被冤枉的 如果马上公布的话 他被打小报告 会有 他自己承认跟我讲说 不敢马上公布 原因在这里 怕有误导 或是被抹黑的 我稍微加注一下 好不好 好 你看 这个东西就合并 很多东德以前干过坏事的 一个一个把它挑出来 这样才有转型正义 你过去杀那么多人 我愿意往关那么多人的 国民党这些特务 你一个交代就没有 这怎么说的 不过这条例通过 应该没有理由了吧 对 其实那个蔡总统 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一个为什么基层 那些力的 我刚刚提到 绿的意见领袖 为什么会不满 这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预测 未来三五个月 他会认真地做这一块 不过我来说 基层那些 每一个区 每个乡镇市 都有一二十个 二三十个那种 意见领袖型的 绿营的带动者 他们很失望 现在那些人 一定要考虑 这个会在连上 最近还有好几组人马 想要组动 例如过北方先生 还有听说陈水扁 前总统也有点 今天报纸都出来了 找回独派 这两组我还觉得不可怕 如果那个大核 像李远泽那个基属 无理赔那种 他们如果又出来 加旗又发生 那就是差 那个是有撼动力的 那个民进党各地区的 条下是会分裂的 不要忘记 民进党它虽然是一整块 大家都觉得不要让蔡英文 那么难选 不然是要把国民弄掉 但这个效应不要忘记 这次如果国民 蓝营也分裂了 这没效 那是对决的时候才会出现说 我们保小英 小英做再怎么烂 我们要含内投票 这个是蓝营没有分裂 但是我看这一次蓝营分裂的 肯定非常高 我们现在算王金平和科匹 就连现在我在猜 如果郭台铭已经重本放下了 万博里 如果他没过 他会算到底 那算到底 如果王金平跟他夾 整个队下了 那个时候大家不会集中 全力说要保护小英 不会 就变成台湾五六座人 你算 五六座人 你算就各伏其主 那个局是这样 局势 所以要很小心 我建议 你身上比较多了 有可能 你拐的 过往的 韩国瑜 还独派 独派在推人 这怎么不可能 不过1996只有四组 而且那1996那几组 那个票大家都还记不记得 在那外面比较高 李登輝总统是百分之五十四 村的都差不太多 这次的局不是 蔡英文不能跟当时的李登輝比 会分散分散 会不会姚文字化 背姚文字 会不会 我就很怕这样 我就很怕到时候就要边缘化 民进党提名的蔡总统 就要边缘化 为什么 就是很多座 他有支援优势 而且我也知道 美國日本都介入在听小英 我觉得现在 他即使当总统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美国 或是公府 贊助 比如说共会 发动一个危机 让大家突然间挺回来 除非这样 但是我想公府 选过那一次 才不太傻 不会那么笨 你看这次陈氏论坛 刘杰一讲话就很小心 是 連九二共事跟一国两制 提都不提 他已经经过二十年经验 他知道我乱说 只是在帮助 他很讨厌的人 只是在帮助他而已 所以小英总统要很小心 第一个 这几个月要赶快去米平 那个 因为跟赖清德出选 产生的地方 有一些分离的现象 我看起来 大概 有没有整合成 到底 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 意见领袖 还没有整合起来 当然台独手 偏向小英 十个差不多七个 但是还是有三个不满 这个就是 不满什么 说给蔡总统听 他认为那个过程 过程有问题 大家一天拌拌到尾 然后也整合不起来 再来就是 你那个造成败选的原因 就是去年一二四造成败选 并没有一件 这今年看到有一直在努力的情况 包括胡大哥 你刚才说的司法改革 有吗 如果你真的有心 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不然你也扮几件 比较大件的给我们看 也没有 所以这个我觉得 大概他那个初选 赢了又很爽 后面觉得我们贏的 那除非是韩国语出来 我觉得如果是郭董出来 没复权 小英是怎么没复权 所以郭市 坦白是一个很大变数 而且其实郭所端的菜 像昨天那个 那个新北市议员 那个刘美芳小杰说 说零到六岁 那个是一些上班族是很 很好 有感 他所提 你要听那些基层议员说 他说那是有感的 其实包括这一次 小英在出选 就是死也运也命也 他要感谢林郑月娥 跟感谢习大大 你看 你看今天林郑月娥 送终真的是寿终正寝 意思是自然死亡 宣布死亡 倒是香港的建制派都内吼 这过去没有的 建制派坦白讲就是 御用组织 就是工人团体 就是工人就是指定的 都内斗了 这不可小觑 包括你看 第一个礼拜在香港 这个礼拜天 就前天第一次在九龙 下礼拜在新界 会跨过深圳核道深圳 阿京也炒在等 这不要低估这个效应 蝴蝶效应 我常说 台湾香港固然受到中国打压 但台湾香港所产生的民主蝴蝶效应 为什么这节目我很珍惜 在中国内部的大学生研究生 来看我这节目 而且他们写的我都很感动 他说看我们的节目 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 不会让自己被洗脑 我觉得我这个 虽然我这个节目是台湾节目 我觉得我早就锁定这些 中国内部的知识分子 你们看我们这节目 就知道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的可贵 我非常珍惜 这个博弈你也是一样 你也是国民党新生代 你也没什么包袱 你就针对民进党 再来反对党 包括柯P在这城市的两个一起论述 我先讲第一个 对于看反中中就知道 香港的民众一直追求的就是自由 反对共产党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民进党 反而在追求共产党咧 怎么说 他的共产党 我们先从我们之前的国安法 国安务法 再包括了我们所谓的中共代言人 大概有个程度上 已经变成说 这是不是已经在审查 你的思想犯的问题了 因为到底怎么去界定 你所谓你当时讲的一些 不论是动言开乱 等等那些危险的问题 包括你说退降去到中共 不能够参加政治活动 我就想问 假设奥运算不算政治活动 大家知道所有的运动场合 其实都是政治的活动 一种演化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种东西 是非常恐怖的 要知道从去年的一一二四 选举的时候 韩国瑜要选高雄市的时候 有一个高雄市的市议员讲 跳投韩国瑜 白色恐怖将来临 他的口号是这个 但现在我没有看到白色恐怖 我却看到绿色恐怖 我们从网路上来讲 有吗 我们在网路上来讲 有很多项目在讲 他说现在大家看到民进党这样做 大家敢去办绿卡 他说办绿卡什么 他说不是去美国绿卡 是办民进党党政 趕快办一张 他说臺灣再走 民进党党政要有 这感觉起来比较安全 不会出事 代表这次网路上 有些声音出来了 代表以前最支持民进党的 这些年轻人 可是到现在却觉得好像在走回头路 我讲白一点好了 对于我们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而言 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可是我们居然会去怕 共产党那边的思想来洗礼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笑的 为什么中共一直前参与言论自由 为什么网路自由 为什么经济贸易 他们打了口号叫做国家安全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其他都不准 可是现在台湾 变成是走上一样的状况了 我也是因为国家安全 所以我怕你怎么退降 我怕你的人来我们国内洗脑大家等等 如果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真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 我们台湾大家风衣足食 怎么可能去怕中共一个铁幕国家 来对我们人民做洗脑 我认为这是小英 他自己本身害怕了 而且他自己本身 对他自己的执政没有信心 如果他真的做得很好 我相信这种问题不会产生 而且我也认为如果民党政府 能够做得很好 能够让大家生活都过得非常好 你就像民党永远执政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因为本来就是我们需要台湾人民好 我们需要中华民国整个能够永续经营 这是重点 我稍微插一下 我中共代言法 跟我这节目有关系 我们这个节目 张熙人教授跟我 不断的鼓吹 美国把1939年的外国人登计法 在2017年重新启用 是针对红色渗透 我必须秉心而畏 跟我们这个节目都有关系 那我们也给小英这种很大压力 第二 我认为退降你要先很小心 参加奥运没问题 我讲的是在人民大会堂 一勇金进一唱就站起来 然后习近平讲话乖乖去听讯 那不行 为什么 这些上将中将都跟我年纪差不多 极光日你告诉我什么 党外等于台独 台独等于共会 那你现在国民党跟共会 坐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必须就事认识 我相信李鑫先生也是反共 对不对 反共 我是觉得我必须 并不是说 我节目一看到就说 我这个节目 从来没有任何党的黑手敢进来 也没有绿手 我跟你说 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绿手指 不可能 我一定要保证 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你跟我压力 我第二天就公布 谁敢扯 惹不起 我是 我不是听民进党编务 我只是说 我敢保证我这个节目 绝对不可能让任何政党进来 那义德补充好 我补充30秒 其实我刚才讲 博弈讲的 代理人登记来一定会的 不然你怎么处理 像蔡衍明这样的 他 你说他中资 中国给他钱 没有我只是去那边赚钱 他来这里都在公共会 那你怎么 你要先登记说 我现在就是要帮他讲话 那你会自然会有一些规范 这一点 然后你说韩国瑜 我刚才开始举那个例子 真的是白色恐怖 我那砍棒再挂一天而已 挂一天就会听到 他被拿到所以他没有合法申请 不是因为这样子 不是因为那种原因 国民党当时要禁止言论 也都有一大堆理由 不要再胡乱 如果他真的合法申请的话 那当然是不是 国民党以前在查信东西 也都是一大堆胡乱 以前国民党错的 我們不争辩 一天大致一天 就違反你哪个规定 放屁 我那种国民党之前做错 我就做错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说我们不希望以前做错的东西 现在还是一样做 那他合不合法 我们就找规定来做 那这样我要讲的是 反送中问题当时讲 中共讲什么 他说重罪才后送 才送中 其他不送 那为什么大家不相信 因为他不相信你讲的话 在民党的状况也是一样 你规定定的很好 但是如果我不相信民党政府 你做任何法律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不相信你会来做 因为言论了 考量全责到哪里 你们决定 我想会尊重两位的发言 但是的确啊 美国跟澳洲都通过 外国人登记法 台湾非作不可 而且也不是刚刚那个 一德主席说的 是郭台铭先生说 中间媒体啊 干就干聂了干啊 对不对 你们要去告他啊 告不起啊 不敢告啊 要去告郭台铭 迫害名誉啊 但是刚刚你们讲的话 我一个是我不知道NCC会处啊 就放屁啦 我不知道 应该没问题吧 没关系 放屁是自然行为 自然行为 有点激动有点激动 没关系啦 大家好朋友 台湾 其实我要说给 我们中国的很多观众听 其实我们在台上 可能有不同意见 其实台下 大家都很好朋友 真的 我这样 比如说李星先生 就是李博弈兄的这个 令尊跟我非常好 他是新党耶 但坦白讲 我不敢说我是独派或台派 但是我是台湾义士啊 但我跟李星先生非常好啊 你可以证明嘛 像我公子来探班 李星还一起都 大家当做自己的子弟兵 这台湾民主可贵 大家在台上论辩 但私下都是好朋友 浩也一样啊 对不对 你是受美视教育 你觉得台湾的民主自由可贵 我跟博弈最多 就是去后面打个价而已 通常都不太会吵架 是是是 美视幽默 你怎么看 你也就事论事喔 不要认为 不要认为你是小绿 民进党有些问题 你也把他点出来好不好 他的问题 整合是不是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说在民进党的部分 对对对 其实现在状况就是说 其实当然还是有些独派 是不开心的 因为独派他们认为说 这个选举制度的改变啊 延后啊 甚至是民调的方式 其实像今天你看我们 做这个韩国瑜的民调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等电话还是很有用的啦 就说你如果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动员力 包含小英在最后的几天 他有很大的动员力 让英粉或者让韩粉 留下来等电话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的差异是很大 所以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不公平 包含今天其实就传出了这个 这个邀西也就是这个独派 他们正要组一个政党 那这个组党的一个串联 其实过去这个喜乐岛联盟 也有找过很多的小党 我不知道台领有没有加入 那需要绿党的部分 我们内部就是认为说 这一次其实为什么我们愿意去 比较愿意帮蔡英文总统背书 是因为跟2016状况不一样 因为2016其实那个时候 民进党是独抢的 在民进党独抢的状况之下 我们认为底下有很多政策辩论的空间 可是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的是 中共已经完全黑手深入台湾的政治 包含内容农场 包含了控制媒体等等 我们如果这些台派的政党 包含绿党台联 或者时代力量在内 大家如果不团结的话 我们基本上要赢的几率是不高 所以这次绿党其实在路线上 确实是跟2016的绿党有所差异 不过我是认为 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政治状况 那最后我也讲 就是其实这次很好玩的地方 是有可能会出现五组的候选人 那五组 第一个当然是蔡英文 就是民进党这一组 那我觉得郭王也有可能会组一组 另外就是韩国瑜代表国民党的这一组 然后时代力量跟柯文哲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整合 据我所知时代力量也是有在讨论 要不要自己提出总统候选人的 那我觉得这就是民主的一个健康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未来每一个政党 他都能够在不同的一个部分 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不只是对于他们各自的理念 政党票有帮助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证明了民主的多元价值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说 如果真的五组出来谁会赢 那我们当然以绿党的角度 我们支持蔡总统连任 因为在国防上外交上 他在台湾的关系上跟美日的关系上 是有清楚的进展 可是重点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主很大的课题 那当然我是很不爽韩国瑜 可是我们也要去跟他学习 为什么一个人靠着一张嘴巴 他可以骗到基层这么多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人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跟他学 就是说谎脸都不会红 也蛮厉害 我毕竟很坦率讲 其实柯文哲现象 韩国瑜现象都是对民进党执政不满 有些不满 若干不满 然后找到宣泄口 投射器 我倒想知道台联 跟民进党是什么关系 策略关系 我的看法跟绿党很接近 就是这次很难算 而且民众 这团结都不一定会演 何况又分裂 所以我不大赞成在这个时候 去扯小英的后腿 但是我并不喜欢小英跟你说 那也没收到他的好处 你们当然 你们自己都要推不分区立委 要竞争 其实对所有的小党来说 我们自己内部有评估过 其实对绿党或台联来说 现在就是攻击民进党 就是最好的策略 民进党弱了 他自然就会产生很多 选票流动的空间 政党票自然有争取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打民进党 其实真的是在伤害台湾的民主 因为其实现在非常的不稳定 然后其实有小党是一直在打的 那其实都可以看得出 对这个民意的波动 所以我是觉得 现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还是先把台湾议事 放在最前面 我们先守住民主自由 跟台湾的主权本土政权 那之后如果 再有像2016的机会 我们再在议题上面 或劳权 或者人权议题上面 再去多更多的讨论 我觉得会比较成熟的思考 这台湾民主可贵 其实实在力量面对抉择 还没有完全定案 我想社民党 欢迎担任的社民党 应该是在国家意识上 认同上会跟蔡总一致 但是可怕在立委不一致 其实民主本来就多元 我就用甘地一句话送给大家 甘地说面对不同的意见 你最后至少四个想法 尊重 理解 接受 欣赏 如果相互欣赏 比如说韩国语人出来 以敌为师 我不只他只说口才好 或花大财 或者是 只是说什么直销大会 他人串起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敌人就老师 因为敌人会告诉你 你的父母 兄弟 朋友 你的同温层 不会告诉你的东西 互相学习 感谢三位非常精彩的论述 来自基层 谢谢